第九条、第十条谈到学校、网络、社会主机、机构 还有传媒这四方面应该要加强的协助、推广国家安全的意念 不单只是政府自己本身要做 那我们特区里头每一个人、每一个市民也有这个责任的 日前,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何君尧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指出 树立国家安全意识,推动其相关工作是每个公民的责任 对此,何君尧曾于2020年12月成立香港首个国家安全教育中心 通过学校、社会团体等展开国家安全教育 组织相关培训活动及邀请专家编撰关于国家安全教育的教材等 何君尧告诉记者,大约两年前,他牵头成立了慈善机构 国际公益法律服务协会 协会原本希望鼓励律师界服务社区 为市民提供免费专业的法律服务 遗憾的是,许多发展计划因为2019年发生的修例风波而被迫暂停 我们推动国家安全教育中心也是有一个后面的背景 就是早在两年之前,我们成立了一个慈善的机构 名字就是国际公益法律服务社会 就是原本就是要鼓励我们的律师界的行业里头 多为一些日式社群的人提供免费的公益的法律服务的 很遗憾的就是在2019年 我们2018年12月成立 有很多这个发展的那个计划 很遗憾的就是在2019年我们推动之后不久 因为这个修例风波 就是关于就是逃犯引导 那个条例的修改 有人在香港恶意的散播了 不良的消息引起了香港的有一大的群众 反对这条条例的通过 认为这条条例就是有送中的含义 是什么意思 而无辜的香港的居民送到内地去面对不公平的法律审判 这个完全是这个列造事实 这是谣言 回忆起2019年修例风波 何君尧激动的说到 2019年下半年 香港已经沦为一个黑衣暴徒横行的社会 民生 经济均受到重击 不少西方国家更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 美国更声称 那场暴乱是所谓的美丽的风景线 直到香港国安法的落地实施 才让社会逐渐游乱极致 2019年下半年就是已经变成为一个被黑衣暴徒 有论的一个社会 香港就突然之间就变成为全世界的一个焦点 另外这个众议员的议长佩洛斯 就是说哎呀香港有暴露的事情 是一个美丽的风景线 哎就是搞到香港很糟糕 只报自问又不成功 那后来呢就是到2020年这个议程出现了 这个议程出现了把这个黑布 黑布就压下来一点 然后就是630有这个条例 这我们可以发觉就是法律 特别是国家安全法是很重要 尽管社会已经基本恢复瓶颈 但令何俊尧感到忧虑的是 那场风波让人们看到 香港有大量年轻人 尤其是还在成长的学生被孤独了 因此他认为目前而言最重要的是推动国家安全教育 如果我们推动这个国家安全教育 搞好学校里头有大量的学生被图读了 如果不是讲为什么有2019年 那么多的学生年轻人跑到街 街上面要认这个砖头 打垮这个店铺等等 所以这个国家安全教育是很重要 二月初那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 不断的发言对23条立法 我要去韩到特首去 保安局去 律政司去 成立这个国家安全教育中心 跟这个教育局局长反映意见 何俊尧表示 展望未来中心还有许多长远的工作要做 包括推动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工作等等 香港的国家安全教育 一切虽然还只是刚刚起步 但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端 感谢您的观众 感谢您的观众 感谢您的观众